县政府警察局庆祝警察节 提前在该局大礼堂举办颁奖活动 由县长陈光复亲临主持 一掌陈余人等人都到场观礼 陈光复表示 除对于受奖人员在工作岗位上 杰出的表现表示未免及恭贺外 并对警察同仁勇于认识的精神 给予高度肯定 配合县府当前重要政策 与治安、交通及未免服务 上三头并进 将澎湖打造安乐宜居的室外桃园 一掌陈余人表示 稳定的治安、交通环境是澎湖民众安居乐业的基石 对于警察同仁的努力与付出 给予高度肯定 另表示在警察福利部分 县议会将与县政府共同努力 建立给予同仁最好的待遇与工作环境 充满着感恩跟感谢 我们知道同仁要安居乐业 除了我们有战利亚的国金 当然有各单位 有我们的疫情 有我们警友会 有很多关心我们的议会、议长、议员、立委等等会例外 当然最重要是坚守在第一层最前线 我们的警察投票 你们的努力与你的相关政策 我们所有的议人都很关心 其实我们现在要拖了两位警察的议 警察出这个议人 我相信在议会 他们为了争取更项的服务 那在这里我们希望县长 在大家勤务加重的情况下 把我们警察同仁的待遇 提交到最好 包括加班勤务任何待遇 我相信我们都会帮助跟县长再来投票 目前正值澎湖的观光旺季 游客出入境频繁 特别是海上花火节活动 为让每位丽领的游客 开心出游 平安回家 县长齐美检察局 能以优质、有效率、富有同理心的方式来为民众服务 为澎湖营造稳定的治安 与顺畅的交通环境 让游客感受澎湖独特的观光魅力 留下毕生难忘的回忆 记者 陈荣誉报道 电话 电话 遇到 选